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了一部富二代疯狂作案 张着自己家族有钱,横行霸道的故事 电影的开始,一对情侣来到一家二手车市场 走资恶挪,一副爆发后的样子 经过惊挑戏选,他们被忽悠买下一辆大奔 趁着他们签合同期间,老板的手下偷偷在后备箱安装了定位 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老板拿着备用钥匙将车偷走 开到黑工厂,重新打印车辆信息,修改行驶的公里处 他们就是一群专门卖车兼职偷车的贼 套路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只不过,这次是他们被反套路 买车的情侣是刑警 他们特意和贼签下合同,留下犯罪的证据 主角名为道哲,是一位非常正直,做事干练的老刑警 他在车的后备箱躲了一整晚,才有机会逮到小偷 独自一个人应对七八个罪犯,毫不逊色 等到支援赶到的时候,他们早已被撂倒在地 兼当了警队的队长,围守的老大还扬言要投诉暴力执法 道哲听到这里,气就不打一处来 为了抓你,我连饭都没有吃 厕所都不敢上,你居然敢投诉我 他先是拿着打火机的铁片,在额头划出一道伤口 然后用衣服拿着一根铁棒,往脸上蹭蹭血迹 转手再低脚给小偷 现在,道哲可以算是正当防卫了 作为刑警,智商也是要有的 这么一折腾,小偷把作案的流程交代得清清楚楚 还主动要帮助坐卧底,帮助破案 他们偷完车之后,会在港口和外国人交易 把车运到国外再次转手卖掉 为了更好地让交易人相信 道哲找了一位货运司机负责拉集装箱 在车上闲聊时发现,司机的生活很是艰难 儿子放假没有人看管,只能和他待在车上 平常还会有一些黑心老板拖欠工钱 说到这里,其实道哲也并不富裕 虽然身闻警队的精英骨干成员 但是,现如今的生活成本太高 媳妇也会因为房贷的事情和他抱怨 即使都自己生活困难的人 到达目的地后 道哲还是拿出自己的钱给小孩 让他买好吃的 可以看得出来,道哲心地十分善良 是一位非常难得政治的人 临别时,道哲送给司机一张名片 告诉他,如果再有人欠工钱 可以给他打电话,一定会负责到底 晚上的行动非常成功 一局端交了跨国性犯罪组织 第二天,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件事情 另一边,一家货运公司 无故解除了和司机的合同 连欠款都没有结算清楚 司机们聚在一起讨要说法 其中就有之前的司机大哥 他们熟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得到答复 夜深人静的时候,只剩下司机大哥一个人 终于,他见到了签合同的负责人 本想着和他理论 没想到,负责人态度强硬,差点爆发武力冲突 他声称,是因为上级公司让他这么做的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想要找回欠款,就去公司要,别来骚扰他 司机大哥知道,这是在耍赖 明白这是不想给钱,招理由推托 他首先想到了打电话找道哲 可是由于是陌生号码 道哲误以为是记者,便给挂掉了 此时的他正在接见一位重要的人物 一家大公司的财阀三世,招太悟 此人仗着自己财大是粗 从小养成了一副狂傲变态的情歌 总喜欢拿着钱调戏妹子 花钱捉弄手下取乐 被整的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他们也要活着 道哲因为之前帮助他们拍的电视剧做指导 才会来到这里会面 多年的刑警生涯 令他第一眼感到眼前的人 一定是个危险分子 浑身上下散发着罪犯的邪恶气息 道哲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队长 试图调查赵太悟的底细 队长虽然很正直 但没有真凭实据 贸然招惹他 很有可能会惹上大麻烦 到时候可能整个刑警队都要遭殃 所以他建议 由正宇嫌疑之后 拿着搜捕令再行动 赵太悟是财阀三代 目前正在和兄弟姐妹之间争夺权力 像他这种做事粗暴 不经大脑的人 他的爷爷给他安排了一位贴身保护 催长物 负责赵太悟平时所有的生意 日常的起居 最重要的就是背黑锅 目前赵太悟管理的公司 正式拖欠司机大哥工钱的上层 司机大哥没有办法 在公司门口拉起了横幅 不悄的是被赵太悟撞个正着 此时的他刚刚因为开会 没有开城生气 借此机会 他把司机大哥和他儿子 带到了办公室 当他听到因为欠了 420万韩元的时候 一脸惊讶和嘲讽 换算人民币也才2万多块钱 相对于富豪的赵太悟来说 这可能还买不了一双鞋 吃不了一顿饭 但对司机大哥而言 是每天精打些算 省吃剑用很久才能散下的钱 赵太悟觉得 因为这么点钱 竟敢在门口拉横幅 一气之下 他找来之前的负责人 并给了司机全套 当着孩子的面 让他们进行决斗 手法残忍 极度变态 让孩子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揍 作为一名父亲 司机大哥没有还手 被打得头破血流 事后 赵太悟给了500万欠的钱 随手又给了2000万韩元 说是给孩子买吃的和医药费 面对如此巨大的羞辱 司机大哥安耐不住怒火 打了出租车 送走了儿子 自己一个人去找赵太悟理论 可没成想 这一去 让他后悔不已 紧接着 道哲接到了电话 对方正是孩子 他告诉道哲 自己的父亲跳楼住院 负责调查的警员声称 司机死前留下了遗书 说是因为找不回欠款 一气之下才跳楼自杀的 周围并没有他人伤害的痕迹 道哲从口中得知了自杀前的事 他认为 司机一定是被人谋害的 于是来到当地管辖区理论 由于不是他的辖区 他和当地的负责人大吵了一番 亲自来到案发地调查情况 以便找到蛛丝马迹 另一边的赵太悟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他正在和保镖一起锻炼 不过保镖过于耿直 一点也没有谦让老板 一怒之下 赵太悟耍诈 将保镖的脚摆折 然后随手扔了钱 一走了之 可以看得出来 此人气音十分嚣张 哼心霸道早已成为习惯 崔长武为了让司机家属车案 专门跑到医院送钱 这一幕恰巧被道哲装个正着 打算要追上去查询时 当地的警员却拦下了他 还声称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自杀 让道哲不要多管闲事 道哲一眼便看出来 他肯定拿了黑钱 果然在崔长武给赵太悟打电话时 警员主动点言 崔长武建议找到更高层的人物 通过上级管理 强行压制道哲的行为 他们之间的言谈 充满了利益的交易 事成之后 道哲便被老前辈厅长交到了办公室 下令让他不再深入调查赵太悟的事情 这还不算完 崔长武主动找到了道哲媳妇 直言让他劝说道哲收手 并送上了一个名牌包 里面装满了大连的现金 想借此收买了事 然而道哲媳妇很正直 他说 这辈子嫁给道哲是最后悔的事 以后再也不会有后悔的事情 包括不收钱这件龌龊事 他带着怒气找到了道哲 把怒火发泄了一通 告诉道哲 他也是女人 见到名牌包和钱的时候 他也犹豫了一下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道哲 我虽然穷 但是有尊严 你怎么可以让罪犯来这样羞辱我 确实 道哲这些年只知道办案 忽略了媳妇的感受 对此 他感到很是抱歉 于是找到了赵太武 告诉他 暴力犯罪并不可怕 只要好好道歉 啥事没有 你现在竟然还要贿赂执法人员 现在 你贪上大事了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调查个清楚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道哲目前失去了调查的权利 想要查清楚 只能依靠记者的能力 他泄露出去一部分消息给记者 让记者负责深挖更多的东西 媒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公司董事 也就是赵太武的爷爷耳朵里 他对孙子的行为很是生气 却把锅甩给了催长屋 认为是手下没有把事情处理好 他决定亲自约见高层协商 让赵太武去国外逼风头 紧接着 两名检察官找到了道哲审问 拿着之前偷射贼的暴力执法口供威胁他 队长预感到事情不太对头 打电话找自己的前辈 终于才发现这两个人并没有调查令 纯属违法审问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赵太武已经非常生气 他下令让之前的手下前去暗杀道哲 队长也感到事情有太多疑点 晚上和道哲还有老妖一起全息调查 没想到刚刚见面便打了起来 对方抱着要杀死道哲的心态决斗 一番生死博盗后 他们抓到了赵太武的手下 然而警队老妖却不幸受伤 本来拒绝调查这件事的厅长一下怒火中烧 竟然敢对自家老妖动刀子 不管后台是谁 他要亲自领头 把后面的人给拔出来 得到了这个命令 调查进行得很顺利 捉拿赵太武指日可待 这一天 董事找了崔长武 又是家菜又是安慰的 还说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 一顿忽悠 想让他把黑锅背起来 承诺等他出来 给他社长的位置坐 崔长武就这么把所有的案件扛了起来 再加上董事关系的走动 这件事情将会转移 脱离道哲调查组的管辖 虽然很无奈 但是 听长也不想惹太大的麻烦 道哲他们已经把事情的原委插得很清楚 司机大哥被揍之后 独自一个人又去找赵太武理论 争吵中 失手将司机打伤 为了逃避罪责 崔长武用司机手机发了自杀信 让手下把司机从楼上扔了下去 伪造了司机自杀的假象 作为赵太武的保镖 他亲眼看到了事情的发展 鉴于赵太武对他的伤害 他向警方主动透露消息 如果当天不能够抓捕成功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道哲和队长找到听长理论 拿着各自以前受的伤说事 毕竟 当年都是一起拼过命的兄弟 听长最终还是下了搜捕令 不过 是搜捕赌博场所的 像赵太武这种人去的会所 黄赌毒 哪一样也要涉及到 打着抓赌的借口 实际去抓赵太武 当晚 他果然出现在一家夜总会门口 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漂亮妹子 很可惜的是 妹子被套路成为棋子 成为了赵太武关系人脉的牺牲品 另外一个妹子主动找上门来 她本是一名出色的模特 和赵太武在一起怀上了孩子 想接住怀孕这件事情 威胁赵太武把她娶了 万万没想到 赵太武做事十分狠毒 二话不说把她揍了一顿 道哲他们需要有正规理由 才能进入会所 于是 警员假扮平民打电话报警 等他们赶到夜总会时 刚才的妹子已经被整得不成样子 赵太武此时已经开车逃跑 道哲在后面紧追不舍 来到一条商业街时 周围的人群拿着手机疯狂录像 如果换作没人的地方 道哲可能已经将他打倒在地 现在作为刑警 他不能还手 只能被人家吊打 一位看不下去的观众走了出来 打算亲自上手教训他一顿 如果不是女友的阻拦 赵太武可能已经成为了职务人 能达到过这位老马的人 还真不多见 好在的是 最终道哲把自己和赵太武一起靠住 赵太武的事情 得到媒体的全面曝光 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电影的最后 被伤害的司机苏醒 正义得到了伸张 罪犯得到了惩罚 本片名为老手 是一部非常大坏人形的犯罪剧 演员的阵容十分强大 剧本设计的也富有逻辑 算得上是一部假作 我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虽然和现实有些戳入 但是电影就是电影 有些事情 不必要在电影现实之间较真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条 喜欢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